另一份通胀数据PPI回了到2%左右了 这可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但这个消息的背后却还是有一些隐忧 银行刚没消停几天 今天又出事了 PACWEST大跌了20% 那么它又出了什么问题呢 今天健身公司Peloton产品再出问题 股价大跌了9% 微软在搜索领域上打算进一步进攻 最新的数据显示 新逼影似乎没有预想中的效果 不能再等待了 最后马斯克宣布要退位了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今天的市场小幅震荡 标普百和道琼斯指数都小幅下跌 纳斯达克为涨 其中道指跌了0.66% 纳斯达克涨了0.18% 板块方面只有三个板块上涨 取板块下跌 通讯交流板块领涨 涨超1% 能源和公用事业板块领跌 都跌超1% 昨天分析完CPI 那么今天上来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另一组重要的通胀数据 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数据显示 4月美国的PPI环比上涨了0.2% 低于预期的0.3% 不过和上个月的下跌相比有所反弹 全年的PPI增长再度下跌 同比涨幅只有2.3% 低于预期的2.4% 也低于上个月的2.7% 这也标志着企业端的通胀已经基本上符合美联储2%的目标 除去食品和能源的核心PPI环比上涨了0.2% 符合预期 年化增长来到了3.2% 也低于预期的3.3% 通胀低于预期显示一个乐观的信号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哪些地方会继续下滑拖低通胀 哪些地方可能会有反弹的风险 这次PPI商品端环比上涨了0.2% 其中食品环比下滑了0.5% 能源则上涨了0.8% 两者的波动在开年以来都变小了很多 反映了目前大环境的影响在减弱 除去食品和能源的核心商品通胀 环比上涨了0.2%和上个月持平 报告指出 4月油价上涨了8.4% 是商品端通胀上升的主要原因 钢铁、塑料的价格也有所上扬 而在食品通胀中 鸡蛋的价格大跌了37.9% 拉低了通胀 另一边 服务端通胀环比上涨了0.3% 其中贸易环比上涨了0.5% 交通运输和仓储则下滑了1.7% 其他服务上涨了0.4% 服务端的上涨有超过三分之一 都是由基金管理服务驱动的 基金服务上涨了4.1% 除此之外 批发贸易、医疗和贷款服务也有所上升 而长途运输价格则有所下滑 如果把这份数据结合之前的PPI来看 阿基反而觉得有一些地方值得警惕 首先 这次PPI的同比涨幅之所以这么好看 主要是因为去年的基数很大 再过几个月 等到之前的高基数过去了 通胀的关键就在于环比增长 能否持续地处于低位 让PPI保住2% 但目前这就已经遇到问题了 因为核心商品和其他服务通胀一直很顽固 在过去几个月的涨幅 年化的话都高于2%的目标 也就是说 如果这部分不下降的话 PPI很难保持现在的低位 可能在未来会有所反弹 为此我做了这张图 我们只需要关注图中的红线和绿线 红线是核心商品通胀的变化 绿线则是其他服务通胀的变化 为了更好的对比 这几个关键的细分项目都进行了处理 年化了他们三个月的平均环比涨幅 可以看出 红色的核心商品通胀 在10月经历了一个低谷之后 又回升了 现在其稳在2%以上 绿色的其他服务通胀 更是在去年6月就开始一路上扬 现在基本上也稳定在3%和4%左右 PPI描述的是生产者上游 卖给下游的价格 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知道 下游的企业们还能够接受一些商品服务的涨价 而这也就意味着 企业们相信 涨价后的商品服务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 最终让消费者承担 PPI对于CPI有一定的指引作用 可以代表未来CPI的走势 PPI当中的核心商品和其他服务者两项 对应的就是CPI当中的核心通胀 而这换句话说 就是PPI在告诉我们 核心CPI没有那么容易下去 昨天的CPI数据也告诉我们这一点 从去年12月到现在 4个月 核心CPI仅仅从5.7%下降了5.5% 这也就预示着 就以目前数据的这种走势 美联储是不可能放松的 阿基认为 如果要给上面的现象一个解释的话 那依然还是坚挺的劳联市场 只有消费者还有工作 还有钱 企业们才能够不停地转嫁成本 所以如果劳联市场不软化 那么核心通胀的下滑会非常缓慢 也就给了美联储一直把利率维持在高位的理由 而美联储保持得越久 对经济的破坏也就越大 所以明面上这份通胀数据可能算是个好消息 但是入挖掘一下才发现 还是有一些隐忧值得警惕 未来还得持续观察 核心商品和其他服务这两个 有没有继续下探的趋势 银行危机刚消停几天 结果今天又出事了 今天Packwest又跌了20% 年初至今已经跌超70% 那么这次又怎么了呢 在今天公布的监管文件中 公司的数据显示存款再度下滑 5月5日那周存款流失了9.5% Packwest指出 这次存款出逃的绝大部分 主要是因为之前的报道说 公司正在探索战略选项 而公司有足够的流动性 兑现了所有的存款 现在公司手上 还有150亿美元的流动资金 只有52亿美元的 不受联邦保护的存款 这个更新就标志着 一个巨大的转向 在5月4号的时候 公司就发表声明说 自己没有出现 异常的存款流失 那个时候我们也报道过 公司那个时候 也继续强调自己的流动性充足 能够应付 让储户不要恐慌 一些华尔街的分析师猜测 最新的存款流失 可能是和Packwest的 几个风险投资客户有关 RBC的分析师 给客户的信中就写道 虽然这个存款的消息 并不是公司想要汇报的 但如果真的只是 几个风险投资人 把钱转走 那应该算是 坏消息中的好消息 另一家问题银行 Western Alliance看到这个 赶紧在官网上 发布了一个公告 表示自己的存款没问题 截止到5月2号 还增加了6个亿 一季度以来 则增加了18个亿 公司流动性很充足 是不受联邦保护 存款的两倍 在各种存款竞争的环境下 公司能够获得存款净流入 显示出了公司的强大 至于前一后 还挺搞笑的 Western Alliance的管理层 可能已经发现 自己和Packwest深度绑定 其中一家的恐慌 很快就会传扰到另一家 或许他们正在 董事会里烧高香 求Packwest 别再出什么幺蛾子了 另一边 彭博报道称 银行们 特别是大银行 要面临新的压力 这是因为 美国存款保险公司FDIC 在今天公布了评估的费用 而这可是一个158亿美元的大账单 要理解这件事 首先就要弄清楚 这个评估费用是什么 FDIC是用它旗下的存款保险基金 来给各个银行兜底的 而这个基金有两种资金来源 一种就是评估费 另一种就是投资国债的利息收入 这个评估费 其实就是各个银行的保险费 小到一家社区银行 大到JP摩根这样的机构 都需要向FDIC交这一笔保费 这是法律要求的 而FDIC在之前拯救了 硅谷银行SVB和Signature银行的时候 由于将所有的存款全部保下 就耗费了158亿美元 现在为了维持基金的水平 和民众对FDIC的信心 需要所有银行补充这一部分的亏损 FDIC表示 大银行 也就是资产规模大于500亿的银行 会支付其中的95% 而资产规模小于50亿的 则不需要出钱 FDIC的主席指出 通常拥有大量不受保护存款的 大银行是受益的 这次会有所改变 目前拟定 这个大单会分8次还清 会自2024年开始 大约会有113家银行需要掏钱 分成8次 也是为了减轻银行们的流动性负担 阿吉认为 从PACWest的经历当中可以看出 现在有些区域银行还是很脆弱 一些媒体的负面消息 就可能会引发大量的存款流失 致使公司面临新一轮的危机 现在公司还在探索战略选项 未来这些选项结果的好坏 可能会决定PACWest的生死 而从目前的发展来看 PACWest的结局并不容乐观 如果PACWest也倒下了 那一定又会掀起新一轮的恐慌 而在这恐慌之下 我最担忧的就是信贷问题 目前各种报告已经可以看出 信贷确实在收紧 但整体而言还算理性 大部分的企业都还是借得到钱的 只不过利息变高了而已 但如果PACWest再倒下 不知道会不会彻底改变银行们的态度 让他们直接选择冻结信用 如果是这样 那么对于经济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 下面来看个股消息 今天 电单车健身公司Peloton 股价大跌了近9% 创了7个月以来的新低 那今天是什么消息导致股价大跌呢 根据彭博的报道 今天公司宣布 因为座椅安全问题 要召回220万辆运动单车 在美国产品安全局的文件中 公司劝用户立即停止使用自家产品 并联系Peloton 公司会给用户寄取一个新的座椅 月初 Peloton就发现 自己入门款的单车中 座椅的支撑可能会断裂 导致用户在使用的时候会出现意外 目前因为这样的情况受伤的案例 已经有13起 其中一个手腕因此鼓劣 而这也是公司第四次宣布 自家产品质量出现问题了 在2021年 Peloton就被迫暂停了自己高端跑步机的销售 因为被爆出 有小孩卡在跑步机的下面最后死亡 Peloton一开始还有所抵抗 认为政府的调查太过夸张 产品不需要召回 最后因为处理不当而公开道歉 即便是现在 产品也依然还在下架的状态 而且退款还在持续 彭博的市场分析师就表示 这个召回的消息出现的时间点 真的是非常糟糕 上周财报会议上 公司就说 这个季度会是公司最难的一个季度 需求疲软 而库存高企一直在烧钱 在疫情解封之后 居家健身的需求就骤然大跌 导致公司积了大量的库存卖不出去 而还没等到需求稳定下来 衰退的担忧又起了 像Peloton这种产品 对这种变化是比较敏感的 所以整体的销量一直很低迷 除此之外 公司还在处理一场价值7500万的争端 争端围绕着公司和Dish Network的 流媒体技术版权 阿吉认为 抛开公司产品的问题 Peloton本身的商业模式挑战就很大 虽然公司很想采用订阅制来获得稳定的收入 但健身这件事情 本身行动成本就很高 年薪也不强 它想要重现封城时期的那种快速增长 全民居家健身的那种情况很难 而且我自己还挺好奇的 Peloton针对这种居家健身的场景 到底有多少需求 如果是我的话 要健身我宁愿去健身房 看着大家一起努力 也会有更大的动力 在家不论怎么样还是很枯燥 不知道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 微软正打算在搜索领域上更加激进地进攻 并瞄准了Firefox火狐浏览器 作为自己下一个目标 在2月 公司推出了全新的避应搜索 企图利用当时人们对ChatGPT的热潮 来为自己的搜索业务打开格局 可惜事与愿违 最新的数据显示 并并没有因此出现任何显著的变化 在产品推出之际 确实有一定的流量提升 但之后就压火了 反倒是ChatGPT的流量与日俱增 鉴于这样的结果 微软就决定不能守株待兔 必须主动出击 而这个出击的办法 就是从浏览器下手 把浏览器的默认设置改成自己的 知情人士透露 今年火灰浏览器和谷歌的合同即将到期 微软并应部门的高层 就表示要拿下火灰浏览器的默认搜索权利 提高并应的市占率 按照网站Kingstar 目前火灰浏览器的市占率为7.7% 全球排名第三 而谷歌浏览器Chrome则为77% 稳居第一 苹果的Safari排名第二为8.9% 微软自己的Edge和Internet Explorer浏览器 则分别占据了第四和第五的位置 两者加在一起大约只有8% 据悉 谷歌和火灰的合同大约价值在每年4亿到4.5亿美元 目前还不知道到期后 新的合同价格大概范围是多少 但有了微软的加入显然对火狐非常有利 它可以要求更高的支付金额 也可以要求微软在Office内推自己的浏览器 提高市占率 不过目前的消息还非常初步 不排除微软最后什么也不做 阿吉认为 从日数据表明 我之前确实高估了新Bin会给谷歌带来的冲击 不过虽然新Bin的影响不大 但ChatGPT本身却不容小觑 按照目前的这种流量走势 也会在未来对谷歌形成一定的威胁 倒不是说谷歌就此栽了 但如果ChatGPT逐渐蚕食公司的市场份额 对公司整体的估值是不利的 好在谷歌昨天公布了最新的AI搜索 也全方位地开放了Bard 所以未来怎么发展 还得持续地关注 马斯克要退位了 不过别紧张 退的不是特斯拉 而是推特 今天下午 马斯克在推特上宣布 他已经为推特招了一位新的CEO 新的首领会在六个星期后接任 届时马斯克将会转任公司的主席和CTO 首席技术官 负责产品软件等方面 而大家也从马斯克的用词当中发现 这个新的CEO会是一位女性 消息一出 特斯拉的股价就跳涨了近2% 显然投资者对这个消息是欣喜的 马斯克之前就说过 不想做推特的CEO 但是因为情况紧急 不得不顶上 后来他强调 只要能够找到一个够蠢的人 接手他的工作 他就会立刻辞职 当时就引发了一阵猜测和嘲讽 看来今天 这个够蠢的人找到了 而经过这么几个月 现在的推特 在马斯克的整改之下 要比之前好得多 用户量和使用时长都在增长 有害内容 还有机器人的影响也降低了不少 最近 Fox News的台主 Tucker Carlson 在被东家吵了之后 就宣布要进入推特 开新节目 马斯克也在试图邀请 最近离开CNN的台主 Don Lemon加入 大家要不要猜猜 这个新的CEO是谁呢 领导马斯克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觉得我做得不错 别忘了得跟赞再走 实处处不易 爱给他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感谢观看